中广早报新闻 请您现在时间7点22分 欢迎收听中广早报新闻 我是谢燕荣 今天是中华民国108年4月9号 能立即害年3月初星期二 早报新闻一开始呢 赵丽赶快先给我一点点广告时间 从现在起 我们在中广新闻的YouTube频道上 有提供直播的影音画面服务 如果方便的话 可以上去跟其他热情的听众朋友互动留言 来讨论一下您所听到早报新闻的内容 您的看法 当然稍后在8点半中 我们会把整段影音档案 放在中广新闻的YouTube频道 也要请大家随时回去帮忙我们 充一下人气 点赞分享 同时呢 记得订阅中广新闻的YouTube频道 也谢谢大家 好 今天早报新闻一开始 赵丽赶快来掌握一下 今天平面媒体 一大早7份报纸 在头版的新闻聚焦 首先当然还是关注政治话题 这个不可免俗 除非有重大临时突发性的新闻 否则这一阵子应该都还是聚焦在蓝绿 对于2020总统大选的布局 相关的争议跟话题 今天包括联合报苹果日报的头版头条 自由时报头版二题聚焦的重点都放在绿营的党内互打 昨天呢 蔡英文跟赖清德终于见面了 在五人协调小组的这个帮忙之下 两个人见到面 但是当然因为各自的立场都非常的坚定 蔡英文说希望主张现任优先 让目前的执政者就是他自己能够出来代表民进党竞选 而赖清德呢 则是主张说要把整个初选程序走完 换句话说是要交给所有的这个党员 或者是民众来做决定 到底谁来代表民进党参加选举 这是今天联合报跟苹果日报 头版聚焦 双方各执一词 各有说法并成报道在头版的版面 中国时报今天的头版头 则是把焦点放在苏贞昌的身上 从中游到原山饭店到华航到周末的 这个四大公股行库的人事异动 今天中国时报在头版头条 以及内页三版整理说 这是苏系的这个掌权 政治权力斗争 安插自己的人马 做了相当大版面的一个报道 当然这些人事上的安排 有相当大的一个争议 特别是蓝英部分 觉得这根本就是一个权力斗争 你派系斗争拿国家的资源 拿这些公股行库的资源 来摆放你自己的人事 所以蓝英方面的一个回应 今天各个报纸也都看得到 不过到底怎么解读 中国时报说这个是苏系的一个掌权 连小英都没有办法控制 超出了小英的控制之外 但是在苹果日报内页分析 则认为有可能是因为选举提前布局 代表说绿营真的急了 要赶快把这些金脉给抓住 所以把人事换了一下 四大公股行库这个资金跟后续的一个资源 是这个完全不能小觑 非常非常的多的 这是苹果日报今天的解读 各个报纸都看得到 但是中时跟苹果怎么来看 这一波公股行库的人事 异动解读上有一点点不一样 相较绿营现在有各种的说法动作 蓝鹰最近就会比较沉寂一点了 因为当然各大太阳 各个太阳大家没有要松动的迹象 而在韩国瑜这个最受关注基层 希望力拱能够代表蓝鹰出来选的 高雄市长韩国瑜 他又要到美国 今年晚间开始启程 所以预料蓝鹰的一些决定 或者是协调的行动 可能都要等到韩国瑜回来之后 才会正式开始 这是蓝绿在选战布局部分 持续占据各个报纸 包括头版内页焦点版政治版 有相当多的话题讨论 民生议题公费的流感疫苗 要开始改为四架了 这是个好消息 因为所谓的四架疫苗 它当然是比三架疫苗 涵盖的病毒株更多 以前每次流感这个季节 大家都会说 我明明有打疫苗 为什么还中标呢 很有可能是猜错了病毒株 所以打了也没有太大的效果 不能够完全的防范 而在今天联合报的头版二题 中国时报头版二题都说 卫福部打算说 我们要把三架改为四架升级 来落实 希望能够防止流感 流感的一个扩散 今天两大报纸 综合性报纸 也都在头版看到这一个 跟我们健康相关的讯息 还不错的一个发展方向 反正政府钱很多都乱花 倒不如花在保护我们健康身上 这是综合性报纸关心的民生议题 财经焦点台北股市 在一万一千点大关前 流入哪些讯号呢 有哪些变数可能要来观察 或者是说政策利多 像今天经济日报 放在头版就说国外资金 现在要放宽回台湾 投资台股的一些限制 这是今天的经济日报 放在头版上半版面的报道 而国际油价 因为最近利比亚情势 比较紧张的关系 所以油价节节高升 但是呢 从川普的立场 他对伊朗政策的一个宽松 或者是抓紧 也会影响到国际油价 所以对于川普来说 到底接下来伊朗政策怎么走 也是他可能心里 必须要有点权衡的 毕竟也有选票压力 如果你油价一直涨的话 对他不见得是好事 所以今天财经报纸两个重点 一个是台北股市 一个是国际油价 赶快扫描一下 各个报纸在头版焦点之后 我们回头来听听看 在大标题 以及部分详细内容 各个早报在头版 做了哪些的详细报道 先提供给大家的是联合报 联合报的头版头条 蔡赖会后各自表述 蔡提现任优先 而赖庆德说要走完初选 好这就是今天 如果做这一个新闻的话 各个报纸几乎都是用相同的方式来处理 看一下苹果日报 赖庆德兼职要初选 蔡英文喊出现任优先 这是硬碰硬 昨天两个人首度会面一个小时 但是没有交集 这是苹果日报今天下的标题 自由时报一样说 蔡表示现任优先 而赖庆德说走完初选 蔡赖会没有交集 各说各话 这是自由时报 今天的头版二题 而民进党主席卓荣泰表示 会在尽力希望协调有所进展 而初选其成 中职会明天可能会决议延长 除了台面下的角力 而赖庆德跟蔡英文 今天晚间会透过视讯跟直播 争取支持声量 蔡英文会跟华府智库 战略纪国际研究中心来做视讯 而赖庆德呢 则是要跟网红馆长陈之汉直播 希望能够跳脱他过去的同温层 争取更多民众的支持 当然很多在评论说 这一块是赖庆德比较没有办法掌握的选民 年轻选民以及网络族群 不过相对于他来讲 蔡英文这一块就是他的优势了 所以赖庆德希望渐渐把他自己的影响力 能够扩及触角放更宽一点 碰到这一块选民来增加自己的一个能量 这是自由时报今天在头版二题的预告 好 绿营现在内部的情势呢 联合报今天在头版表示 昨天蔡英文其实提到的是2014年 她说2014年呢 是台湾民主的重要时刻 318学运挡下马政府的服贸协议 而九合一大选 当时民进党保障所有连任县市长 没有后顾之忧 专心拼政机 而民进党在团结一心的情况之下 台湾人民再次给民进党站起来的机会 所以县制长赢得了13个席次 她举当年的例子 主要想要传达的就是要保障现任者 而在总统大选的这个位置上 现任者就是她自己 希望能够团结起来 让她全力来拼政机 这是昨天蔡英文 她在line上所公布的相关讯息 很多大部分媒体都是这样解读到 在今天的早报 赖清德则说 她其实她的使命感完全没有任何的改变 也坚持要走完初选程序 这样一个原则呢 也没有任何的动摇 按照目前的初选办法协调 其12号截止之后 13号14号要举行电视证件发表会 随后民调决胜负 只剩下没有几天时间了 两个人的立场都很坚定 民进党该怎么办呢 会不会把整个旗程延后 毕竟国民党看起来呢 也是时辰往后延 所以敌动我不动 敌动我不动 敌动我动 敌不动我不动 在这样的一个原则之下 民进党会不会把整个旗程往后面延 到明天的这个中职会 可能会有进一步比较明朗的决定 联合报今天在二版版头说 蔡赖之声其实在记者邱彩威 帮他演你了四套剧本 说呢剧本音是蔡赖最后还是谈不拢走向初选 党政见的发表会上总统遇到自己的隔魁来质疑他的执政过失 对民进来来说应该是大大扣分的 第二种可能是赖清德退出初选接受蔡赖配 不过如果真的赖清德选择这条路的话 就是他自己政治自杀 你怎么来对外界的质疑做回应 包括诚信的部分 包括你自己等于是接受了一种利益交换的一个妥协的做法 恐怕对他来说更是没有办法选择的一种退路 第三种可能是赖裸退不接受蔡赖配 不过这时候压力就会转到民进党跟蔡英文身上了 因为这就是所谓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挺赖清德的独派选票会不会转移给蔡英文 又或者如果柯文哲真的出来了 投给柯文哲这就不知道了 还有一种是蔡英文退给赖清德参选 但是今天联合报记者邱采薇他的研判说 这样的情况如果真的发生的话 支持蔡英文的一些年轻选民 网络选民又或者反对特赦阿扁的选民 会不会把票投给赖清德 这个也不知道会有很大的变数 这是联合报今天模拟所谓的四套剧本 至于在蓝英方面呢 今天各个报纸也都有部分的版面 不过被挤到二版的内页了 今天在蓝英部分的新闻 苹果日报二版说 韩国瑜提前到美国练牛津枪 首次进哈佛全英文演讲 想要天调时差 本来是明天晚间才要去 但是他说算一算有四五十个小时没有办法碰到床 很怕会影响到去哈佛演讲的表现 所以决定提前一天去调时差 而昨天在韩国瑜部分的话题呢 聚焦的是他否认这一次提早去是要见部分的美国官员 而是单纯的因为身体方面的一些考量 而他的女儿韩冰则说 爸爸最近很努力在练这个演讲的内容 希望让自己的英文好听 就延伸到说韩国瑜说英文到底有没有牛津枪 很多人听英文觉得说 好像走音系的口音是比较高级的 比较好听的 比较上流社会的 所以韩国瑜对这部分也蛮执着的 一直强调说希望他有牛津枪 但是韩冰很不客气哦 来直接吐自己爸爸的吵说 其实我觉得没有 今天这样的一个内容呢 即苹果日报在二版也看得到 好比较轻松的议题之外 今天在联合报的二版说 蓝英的初选会等韩国瑜回台再拍板吗 吴敦毅说重返执政是唯一的使命 而王金平则表示 办法未定谁都可以冲刺 吴敦毅昨天说他能忍任棒 换句话说 随便你们怎么骂我都没有关系哦 只要能够重新拿回执政权 再来自由时报 今天在三版则是把版面给了 新北市长侯友宜 侯友宜昨天站出来呼吁国民党 应该赶快制定游戏规则 不管是征招或者是初选 赶快把话说清楚 让友谊参选者有所遵循 友谊被征招的人也有方向 所以今天自由时报大标哦 就有侯友宜说 希望呢大家算计少一点 把初选搞定 现在初选是搞不定的 侯友宜被认为是新北市的前市长 朱立伦的人马 所以这时候站出来说话哦 格外让大家有一些想象的空间 这是今天的自由时报 做到了三版大标的政治话题 至于柯文哲 现在跟着大甲妈去绕境 能不能够绕完不知道 但是昨天媒体还是问他 你到底要不要选2020总统 好 柯文哲说的话也挺有哲理的 他说呢 如果说像他现在大甲妈绕境一样 单日一日双塔 他自己挑战起来 觉得困难度没有这么高 因为呢 如果要走得快 要一个人走 如果要走得远的话 必须要一群人走 他也说其实整个团队要组合起来不容易 而柯妈妈说 希望这个有民众支持他选总统 柯文哲的回应是 我自己内心有答案 如果这么做对台湾没有比较好 也不一定要这么做哦 这是柯文哲昨天的说法 联合报配合蓝绿的最新政治情势 也给了部分的版面做报道 今天联合报放在二版 绿营方面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苏贞昌了 苏贞昌呢 今天中国时报在头版说 他滥用政治任命 拒绝当散场的内阁人士一把抓 中国时报整理了包括先前的原山饭店 华航再到财政部辖下第一金等公股行库 甚至是有任期保障的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NCC 这些这个老板呢 或者是董事长啦 或者是主委啦 说无依幸免苏系势力大抬头 通通安插自己的人马 比较受到关注最近新的话题是公股行库 说苏贞主导的人士哦 在公股行库的部分呢 让大家看傻眼 周末包括了土银和库金 第一金 华南金跟张银 多位董总 都是当事人直接被告知说 好你现在要换工作了 但是为什么被换都不知道 其他的相关的地方政府也没有被知会 也没有时间搬救兵 所以今天中国时报痛批苏贞昌是地下总统 说现在的国营事业动作 不管有谁撑腰 只要不是苏贞昌人马 随时都会被换掉 会被杀头 说换就换 连蔡总统都无可奈何 这是中国时报哦 今天放在头版聚焦的报道 周时在四版做了配合的报道 说蓝银痛批 工股行库的高层大换血 是金融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包括了谢长廷人马也被换掉 不管绩效好不好 只要不是苏贞昌人马 统统无一幸免 今天中国时报下半版面配合报道是说 第一金控董事长董瑞斌 他其实绩效还不错哦 但是呢 他说他不满这样一个安排 所以不管行政院接下来叫他去哪里 他都拒绝 他不要接受行政院的一个安排 另外在韩国瑜部分呢 他也表示说在他们高雄的人事部分 他不会放 因为韩国瑜的理由是说 庆赋案现在都还在调查呢 我市议会等着他来报告 结果你现在把人给调走了 我们只是想知道 庆赋案到底发生什么事 联合报今天在三版说 庆赋案为名高雄市府不放张云鹏 这个张云鹏呢也是行政院苏贞昌 点名要接华南金控的董事长 昨天韩国瑜表示财政部调动张云鹏并不妥事 不尊重高雄市政府也不负责任 至少要等到市议会4月25号 关于庆赋案的专案报告之后 再来考虑张云鹏的异动 而联合报记者谢梅芬跟李立恒说 现在这一次地方杠上中央财政部长 跟行政院长又不同调 因为昨天财政部长苏建荣说 他也觉得这样子调动不是很好 他说我有跟行政院报告 但是没办法还是要听老板的 公股人事多波折 今天联合报纸一内幕重重 难道说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 所以才赶快把人这个调开呢 廖灿昌这位在庆赋案发之后 被重诚下台的当事人 现在重新回到第一金 而且钱赚的更多 掌握的资源更多 这也是蓝银方面相当不满的一个人士 联合报今天在三板 做了相当大篇幅的一个配合报道 继续来听到的是自由时报头版头条 自由时报头版头来看到 新北市公车的WiFi 采用的是华为设备 可能有所谓的后门跟资安的问题 自由时报今天放在头版头条关心 学者警告有拦截窃听通讯内容的疑虑 指南首都客运透过华为的网卡提供服务 新北市政府说我们会跟业者说 但是没有办法规定这些民营的业者 到底你要买哪一种设备 这是自由时报今天的头版头条 经济日报头版头海外资金汇回台湾开放投资台股的专法 现在敲定了行政院打算星期四的院会当中通过增加减税的诱因 行政院跟民进党立院党团针对境外资金汇回管理 以及科税的办法进行协商 达成的共识是台商汇回资金必须存入金融专户 不能够去买不动产 第一年汇回资金可以享优惠税率8% 第二年汇回课征10% 行政院说台商如果对特定产业进行实质投资的话 政府会再退你半数的税 税率等于是大概只有4%到5%左右 希望把这些钱能够引回台湾来投资 甚至买台北股票 台北股市的股票 这是经济日报今天的头版头条 而在台股的相关话题部分 经济的头版二题说 11000点行情现在有三个讯号灯已经亮起来了 包括上市柜47档涨停 总成交值超过2000亿元 元大台湾50反义以及富邦的这个VIS个破底了 这是今天经济日报放在头版二题的大标 工商时报头版二题则告诉大家台积电补涨 昨天撑起了台股半边天 昨天台积电的股价是以253元作收大涨2.64% 而昨天台股的加权股价指数也占上10800点 成交值也不少 有1601亿元写下近四个月来的新高量 这是工商时报 今年头版二题关心的台北股市 工商头版头来听到是 尽管会祭出寿险业的增资紧箍咒 要踩双指标的预警制 资本适足率大于200% 净值跟资产比大于2%的话 未来整个寿险业的增资压力就要提高 不能够再无限制的充业积了 双指标将决定股东必须要进行现金的增资 限制业务还是限制投资等等 各项的改善措施 这是接下来寿险业增资的限制 工商时报在头版头条关心 另外旺报今天的头版头 来看看说大陆的中型城市户籍要大松绑 城市居民可以再增加1亿人 农民的福利会增加有助内需跟消费 旺报今天关心的是大陆的户籍制度 说出现重大变革 接下来农民会有机会成为都市的居民了 逛报做了一二三版三个版面的报道 继续来听财经报纸在头版其他位置的新闻 重点包括了工商时报的边栏提药 金亚新药138亿元授权给日本的药厂 张世忠神压宝 十年赚了二十倍 联发科的七奈米晶片百花齐放 这是工商的三版版头 工商的二版报道 我国三月出口连五黑 四月份拼转红 台化气报影响月营收大概十亿元左右 还有云端游戏科技巨拨新战场的专题 规划报道 报税的系列呢 今天工商在五版也做了专题 说新制有五大不同 寿新族应该会相当的有感 经济日报头版下半版面关心油价 油价冲到五个月来的新高点 利比亚内战引发供给疑虑 布兰特原油维持每桶超过70美元 不过彭博的专栏则说 现在美国对伊朗石油出口制裁的豁免期 剩下不到一个月 川普正在面临头痛的抉择 毫无疑问的 他想要加强对伊朗施压 不过可能会推升油价 拉高美国大多数地区的汽油价格 他不能够让这个油价漫无止境的涨上去 会影响到他自己的一个能量 包括选举的选票 所以陷入两难的川普 到底是要压低油价 还是要制裁伊朗呢 今天经济日报在头半下半版面 有引述蓬勃的专栏报道 另外经济日报的编栏重点说 退休自主投资案三大投信出现 高雄赢懂作的异动 韩国瑜说不准 勇大经营权之争 外资挺范市场派 好这个高雄赢懂作异动 尽管韩国瑜不准 但是呢 今天在各个报纸内页说 其实还是可以上任 他就把这边辞掉就好了 其实你高雄市政府没有太大的一个限制的力量 这个部分我们稍微做一个补充报道 自由时报今天在头版说 防护升级公费流感疫苗改为四价 包含了AB型的疫苗株各两种 要花15亿元采购600万剂 疫苗选株大家不用再担心 猜错了 因为这一次把整个扩大为四价 升级为四价之后 渴望全面提升保护力 保护的更加周全 联合报今天一样放在头版二题 还有自由头版下半版面 有一个社会新闻 说泰山八宝州的外销商 爆发炸弹案 炸弹了10亿元金元中国的子公司 不过泰山特别澄清 他跟这个所谓的八宝州的外销商 清泰是各自独立运作的 跟泰山自己的事业是没有关系 但是他的负责人呢 其实是泰山的第三代 昨天晚间已经移送北柬附讯后生涯 自由时报头版照片是我们的女 女子冰球队写下历史新页 台湾有打冰球 其实大家可能很难想象 不过呢 这一支女子冰球队很棒哦 他们拿下了世界级的金牌 征战罗马尼亚2019世界女子冰球锦标赛 第二集的B组赛事在冠军战 我们打败的是冰岛耶 5比2哦 所以赢球了 最后呢 拿下了后座 今天在自由时报头版的照片 有给这一支女子冰球队 掌声鼓励哦 相当显著的版面鼓励报道 以上是早报头版的新闻焦点 现在时间7点46分 上班上课注意时间 不要迟到了哦 我们听一下广告 广告之后回来 继续掌握内夜的生活焦点 中广新闻网 高雄那些什么什么公股航库 这件事我昨天还在跟同事讲说 其实我看不太懂了 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想干嘛 但是呢 要来帮民进党筹钱这件事 应该是毫无疑问 应该是可以这么想的 但是就是说 到底是苏系跟蔡系水火不合呢 还是说其实苏系要争地盘 还是说他明确好不知道 好在选举议题呢 既然这么热 我们就再来讲一下 我个人觉得 大家不要对民主有太多期待 我已经死心了 反正就是不民主 但是两大党你就要认清楚 我政党成立的一个目的 到底是什么 就是要选举嘛 国民党你如果这次不选 你再被民进党抄家下去 你连根都没有了 那相对来讲 民进党如果你这次选苏的话 你之前的一些分赃 或人事安排好处 通通都没有啦 所以当然要保住政权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不要再说什么民主机制了 都是骗人的 台湾民主没有这么的完美 所以干脆就把最强的人推出来 然后就民调 最强的就出来选 我们也不要接受二流的人选 我们也要选最强的人选 大家通通全民调 到中广早报新闻 我是谢业荣 继续在内夜新闻部分呢 我们来听听看各个报纸 在内夜关注的新闻话题 中国时报 今天的二版版头说 林宅血案永久保密 总统府方面愿意检讨解密 外界质疑说 每到选举 你就再提一次 什么林宅血案啊等等哦 这些过去的政治档案 是不是有选举的考量呢 好这个是不是有选举考量 就要交给民众来判断咯 今天中国时报的二版版头 民进党执政之后 致力推动转型正义清查 政治档案是 蔡英文总统相当重要的政界 民进党关注的林宅血案 陈文成命案 以及美利岛事件 都被列为是永久保密的档案 另一位段一康要求 这些案件是否解密 或改变机密等级 让更多的人能够碰触到 总统府第二局长邱昌月说 确实有检讨的必要 不过兰一说 你这根本是假的 转型正义直追杀 甚至呢 如果说你压到了 选前再来公布的话 对选情会不会有影响呢 这就是另外一种 大家不同的一个 看法跟声音了 今天中国时报 在二版做了报道 而自由今天的二版 是配合头版头 说公务机关禁止 中国的资通讯产品 本周会正式对外公布 除了华为之外 还有其他家哦 中央部会跟地方政府 通通都要纳管 所以除了华为一些 可能中国大陆的资通讯产品 通通都会被限制 再来在内页新闻 今天的联合报四版版头 长照扣除额的对象 很难决定 所以整个案子呢 压到下周在意 行政院昨天中午举行 行政立法协调汇报 讨论是否增列 长照扣除额 不过到底要不要排付 以及如何认定在家照顾者 扣除额的标准 都很难决定 所以整个案子 延到下周再继续研议 最快下周会到行政院会审议 而在家照顾者很担心 如果我只是在家照顾 会不会被排除在外呢 这恐怕可能要等到 反映朗一点 大家才会知道 联合报今天的两岸话题 版面是引用 前陆委会主委苏起的话 他说明年大选前两岸情势 是最危险的 现在台海两岸的情势 有一点点像一次世界大战前夕 他列出了敌意 认知强烈的四大理由 担心最后走向摊牌 他说明年大选前 两岸情势特别的危险 他预料台海情势 会越来越危险的理由 包括两岸敌意 认知越来越僵硬 而且没有软化迹象 北京放弃对民进党的期待 而民进党也展现 对抗中国的决心 再来两岸各自的自信部分 民进党相信美国一定会挺台湾 所以不怕 北京则相信 美中在东亚的力量相对的 能力的力量比已经改变了 双方都觉得时间站在自己这一边 所以不想要让步 而台海两岸内部政治对抗的动机 也越来越强 民进党要选举马 为求胜选 抗中言行会越来越激烈 习近平要追求的是历史地位 跟第三任任期 所以不可能放任台独这么嚣张 再来管理机制失灵 苏起说 过去担任管理者的美国 现在因为自己内部都很混乱 加上川普不安排里出牌 所以很多情势 都有一点点要失控的感觉 苏起认为 这好像有一点点像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感觉 今天在联合报 把苏起的说法 放在两岸新闻版的版头大表 六亲气报 昨天归咎出来的原因 是说管线腐蚀引起了这场大火 劳动部认定厂方疏忽 职安管理会增加复查密度 自由时报 把六亲气报的原因 说这个管线已经使用12年 整个腐蚀了 所以最后气体就外泄 引发了大火 放在生活版的版头大标 联合报的社会版则说 附近的养殖业者发现说 有大批的鱼 虱目鱼死掉了 翻白肚死亡 说大概有两千多尾认为 跟这一次的气报是有关系的 不过当然到底是不是爆炸造成的损失 还要再进一步的鉴定 但是台素说 如果是我们造成的 我们会赔偿到底 联合报今天的话题版面 大学的二阶段争事 只看书审引起争议 今年大学的争事问题相当多 因为第一阶段变成五选四之后 好成绩的人变多了 满级分人变多 同级分的人变多 接下来就变成二阶段 大家自己去决一胜负 但是到了二阶段之后 到底谁优谁劣 恐怕就比较主观了 很多学校 特别是家长喜欢的一些 所谓的名门大学 他们说我们不要面试了 我们就直接用书面审查 而书面审查 公平性要怎么样以招公信 恐怕在家长部分又很难相信 所以联合报今天在话题版面说 很多家长站出来 希望各个学校能够公开 评分的标准跟占比 一度悠悠之口 这是我们的大学入学测验的制度部分 联合报在生活版面来关心 抢救出版业 文化部要提修法减免营业税 因为现在大家看真正实体书的人逐年下降 所以文化部说 要来抢救台湾的出版业 我们希望能够在税负部分 给他们更多的优惠 再来听到的是街头艺人收入大减 不景气加上同行竞争越来越多 还有台湾人不太喜欢打赏 大家喜欢看 看了拍拍手之后就走了 不太喜欢掏钱出来 所以街头艺人可能在街头消失 有些人只在假日兼差 有些人说我干脆把重心放到大陆去 大陆那边甚至赚的比较多 今天在联合报的今天的八版话题版 来探讨一下目前街头艺人的一个状况 外送的美食卫生茶 这个抽茶台北市抽茶 外送的食物部分 八成都是不合格的 北市鸡茶29家业者 23家复茶之后才过关 而且这些外送员 很多在食品运送的卫生安全部分 没有经过专业的一个配合跟教育 所以可能会影响到大家食的安全 米其林餐厅明天揭晓 一共等11家餐厅 今年苹果日报抢先说 我们来预测 他们可能会摘心 如果你是老涛的话 今年苹果日报规划了一系列 关于美食米其林评比的一个报道 再来听到是今天的体育版面 体育版面呢 各个报纸最多的看到是大王王伯荣 因为大王王伯荣呢 今天在日本直报火腿队 要跟阮营英进行三连战 二脸安打一脸安打都打出来了 大家想看的是什么呢 是全雷打 所以今天自由时报在体育版说 大家期待王伯荣的第一轰 接下来呢 连战 大家希望能够看得到 国内有转播 如果你喜欢棒球的话 喜欢王伯荣的话 可以继续来帮他加油 不过另外一边 NBA的林书豪 就没有这么乐观了 昨天林书豪在球队 对上这个六马的这场比赛呢 昨天林书豪 对上热火这场比赛 虽然暴龙赢了 但是林书豪坐足冷板凳 完全没有上场机会 接下来到底他在暴龙 还能够待多久 是今天苹果体育关注的话题 以上是早报新闻内容 时间到了7点55分 继继续请收听今天的听懂新闻 哥哥 你在推什么呀 我在听新闻啦 新闻我又推不懂 听听懂新闻 就可以听懂新闻啦 听懂新闻 大家好 我是中王 我认识的训练